迁到了999999年的无一劳务 一口气灭掉一个中文 你有见过吗 可恶 你们两个小娃娃 竟然敢如此羞辱我们出云剑宗 废什么话 当初敢围剿我神龙宗 那么今日你们就不要怕被我们报复 若不是你有那神剑和黄级法袍 凭你们怎么可能打得过我 老祖 要怎么处置他们 先往死里揍 是可杀不可辱 如今出云剑宗已被你们毁了 我也没有活下去的念想了 给我个痛快吧 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说到底是谁 让你去对付小小的神龙宗 我死也不会说的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了 忽然间 出云剑宗的太上长老身上的气息 陡然变了毒 这是要自爆吗 不好师姐老祖他要自爆 怎么回事 为何速神镜失曾的自爆 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过这个老家伙 还真是块硬骨头 对自己居然这么狠 老祖 你没事吧 你们没发现吗 这小子自爆前就被我轰成渣了 现在该干正事了 随后 唐颖用手一点 西红中缓缓出现了一道红红 正身的抬上长老 老祖 到底是什么人下的黑手 剑神宗是不是有一个人叫老剑圣的人物 确实有此人 只不过 这位老剑圣已经隐居上百年了 如今的剑神宗 是一位新剑圣在打理一切 这剑神宗是个什么样的势力 剑神宗是古月王朝十大日 立排名第一的宗门 百年之前是由老剑圣西门吹雪之掌 没想到 迫害神龙宗的幕后黑手 藏得如此隐秘 一环扣一环 做得滴水不漏 哈哈 我现在倒是有点好奇了 能做到如此隐秘 这幕后黑手定不仅仅是剑神宗 老祖 现在怎么做 还是直接杀上剑神宗吗 你们两个还不足以对付剑神宗 闭关了十万年 现在 你们先带我去四方游历一下 不过 在这之前 这出云剑宗就消失吧 一口气灭掉一个宗门 老祖恐怖如此啊 三位客官 这个雅间已经被提前预定了 请稍等一会儿吧 既然客人没到 这里雅间归我们了 若是那个人过来找你的话 你直接让他来找我 老板 我预定的雅间呢 白少爷 您来得正好 刚来了几位客人 竟敢直接霸占了你的雅间 什么 谁敢霸占我薛一门预定的雅间 有趣 有趣 在沽云城中 竟然有人敢抢我薛一门定下的雅间 是不怕得罪我们薛一门吗 白师兄 咱们上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人这么不长眼睛 咱们一定打断他们的狗腿 哦哦 我好像听到有人想装